为了要推动玉璃的腌制节活动 玉璃正公所在这个月初 办理了玉璃腌制加工陪力课程 学习客家手作 习物的美德 体会腌制的传统以及创新的美味 而这样的精神将会结合在 这个礼拜六即将进行的 千人大会考活动 并宣示腌制节将会是 玉璃正经济产业发展的重要推手 工作人员忙着搭帐篷以及舞台 这里是玉璃正的永昌分校 即将在9月7号 这个礼拜六的晚上六点举办 腌制节千人大会考的活动 正公所一大早就先准备设备 集中在我们一直在美食区那边 两个水泥七块那个地方来考 原本是让他们自己去带这些考具 那我们现在已经去采购 紧急去采购了70组的这些考具 30组公所人员来考 跟那个社团人员来考 那么40组 你们一定要想要自己考的 让你们考 那没有问题 镇长龚文俊说 在产量最多并且价格最低的时候 因为过去冷链技术不完备 所以就进行腌制 这就是在农产品盛产时 能够提高附加价值 以及延长保存的使用 未来就是赋予我们盛产的时候 这些农产品有一个新的生命 让它小量化 让采购的人员方便携带 然后因为透过了巧思的这些料理 能够让这些原本盛产自销的这些农产品 获得了新的生命跟新的价值 这个是玉璃镇将要推动的 腌制不仅是勤俭朴实的习物精神 腌制的传统以及创新美味 这样的精神将会结合在这个礼拜六 即将进行的腌制节千人大会考活动 并且也宣示 腌制节将会是玉璃镇经济产业发展的重要推手 记者高双双张明泰 玉璃镇采访报道